當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個很難證明的事 譬如很簡單他連事情都不做了就搞 我當然要解僱他 因為我公帑請他 不是我個人請他 我對所有的證明大家不用有什麼猜測 第一 我不會輕易地猜測人的配合動機 只是講事實 第二 其實是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無罪推敬的道理 我們對得金納威敢 我沒理由對朕楊憲是比較壞的 很簡單 所以我們做事是經得起電量 接下來選舉是否很困難 沒有什麼是困難的 選舉是個個都困難的 我看不到市民連選舉有困難 我看不到 但是近來你的黨都發生很多事 你自己會否希望 那些黨都發生很多事 我講過很多次 但是要給點時間 如果大家意見有不同 或者不同經驗的磨合 是真的需要時間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社民連正式的一個程度 政黨其實只有三年多的事 很多我們的成員 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 他們根本不知道政黨是什麼 是否覺得近期連選事件 對社民而未來的發展 會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有影響 但是跟其他事情發生一樣 對所有政黨有影響 一個政黨也好 一個政府也好 一個人也好都會成長 我們這麼年輕的政黨 在成長的過程裏面 出現了一些我們估計不到的事 我們不是很預見到的事 很正常 我相信社民連是有能力 去接受這個成長的挑戰 你們現在有沒有黨鞭來的 你們有沒有 好 好 我當然不是公開評級 你不是你 如果那些其他黨要 滑鄉公開評級 是不是都會執行那個紀律 我們沒有權有任何紀律 都是行政委員會去做的 我們是呼籲的 我們沒有太上網 我都跟他說 我只不過是立法會議員 他本身 他除了要對他所屬的政黨負責之外 我都要對選民負責 所以我都要對選民負責 我是透過我參與政黨和參與 所以這個記者招呼會 在這個範圍裡面都要舉行 第二 我在我黨裡面 是平議會的成員 其實是不應該事先 其實是不應該在這個階段說 我是平議人的事情 但是因為這件事比較特殊 所以我沒有辦法這樣做 接下來那次的行政委會 香港會不會立席 有權立席 但是我看看他開什麼會 我都不知道他以前 如果他以前跟我有關 我有興趣 即今次星期四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開 他會通知我 現在香港比較忙的人 真的有選擇去改 阿土知不知道今天開會議嗎 我告訴他 我也告訴他 我也告訴他 唐經青青 你怎樣挽救這些女性選民 其實都不是 整件事就是要 逢是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一搞清楚事實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事實都搞不清楚的時候 還談什麼補救 因為現在很多是他說 其他人說 到底那個當事人 是說什麼 現在實際上都不知道 正如說周晴 我都沒見過他 到今天都沒見過他 我都會問問他 他就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 因為傳媒真的不可靠 為什麼呢 我不是說大家不可靠 因為 如果他連續說三次同一個故事 你也有出入 這個其實是不足為實據的 可以為憑 但是不足為實據的 所以其實你用傳媒的資料 去處理一件嚴重的事是不行的 所以我也是叫店署查曾蔭權 我沒有說他貪腐 我叫他查他 現在唐彥晴有沒有答你說 答應你不再沾手這件事 我不用他 我不理他講什麼的了 大家把立場講清楚就可以了 這麼大個人 正如說他那個 他的權利我都不可剝奪 我喜歡做什麼 我有什麼權不讓他做 不如告訴他 這樣做是不恰當 沒有結果 沒有幫助 如果他繼續在不影響他的工作 你辦公室工作前 他繼續這樣做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 他就說 我們不是共產黨 我們沒有一元化領導 人家有什麼意見 除非你是對黨的利益受到損害 現在很難證明對黨的利益受到損害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刺毀的問題 可以說 你知不知道整件事到底是什麼事 應該怎麼處理的問題 如果沒有就是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說 大家經常打給我 謝謝